問什麼呢?就是2319可以買嗎?有沒有解封概念? 解封概念呢,今天有消息就是部分上海的工廠 就可以復工了,在說Tesla,特斯拉就復工了 至於蒙牛有沒有解封概念? 解封概念可能還要先等一等 暫時就不知道情況 因為今次,我昨天節目提及過 今次上海的疫情是比較棘手的 到現在都未見到有明顯的控制下來的跡象 雖然剛才說了,數字有少少是回落的 但是未見到之前,譬如過去一兩年 別說了,最近的轉,深圳的情況都很快 控制得到,但今次上海始終還未搞定 當然,內地就令人廢解 當然內地專家有些解釋,包括疫情 在一個家人中,整個家都中了 但其實各個城市都是這樣的情況 一個中,一個中,一個中 多幾個中,不一定每個中 但是從這個角度解釋,上海就沒有什麼特性 為什麼上海會這樣,其他不會這樣呢? 所以暫時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無論如何,今次疫情上海還未搞定 剛才說了黑龍江好像有了少少問題 所以比較麻煩一點 那你說解封概念 暫時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解封概念 所以你現在買蒙牛呢 如果打算炒解封概念 就暫時就為時尚早了 可以這樣說,暫時未見到,明顯跡象 至於這套技術走勢,怎麼分析呢? 蒙牛 看到有少少轉好跡象 因為你看到,一個箭底,一個陀螺 然後再來一個陀螺 就跌近這個位置,看到有支持 然後慢慢吐了上去 現在就升穿了一條上升軌 但是是不是很厲害呢? 暫時又不是很厲害 因為這棍已經升穿了 你看到,今天星期三 上星期四 因為星期五沒事 星期四,他們穿過下降軌 但是穿過後,並沒有乘勢再升 反而掉頭跌下來 昨天,今天才掉頭跌下來升 今天雖然這枝陰竹和這枝陽竹 合成破腳穿頭 都是一個好的走勢 因為如果用你這個譯法 就要向好吞勢 雖然吞勢的名字 聽起來比較殘忍 但是向好吞勢 向好兩個字 都告訴大家 這個信號是向好的 所以就向好一點 但又不是十分強勁 所以暫時,就算它反彈 相信這些位置 這個前浪頂 就會有些阻力 所以暫時這個位置 只可以反彈 反彈,彈上去 高一點的水平 然後就會再反覆 牛牛皮皮 繼續鞏固 鞏固一輪,縮完篩 才有機會再發上去 所以現在這個位置 只可以反彈 如果反彈 當然要看著低位 如果穿了 就要控制風險 低位多少呢 低位是39.8.5 看著 如果反彈 就用39.5來控制風險 反彈去上46.8 投機玩法就是這樣 因為解風暫時看不到這個情況 因為疫情 還未見到明顯的趨勢出來